这个在四川 我住的酒店就这里 这就是酒店 哦对讲的酒店 真的是 我到大陆去 然后我就住酒店啊什么 我们家老婆又误会了 我说哇你去大陆都 都跑酒店啊 对他们讲 他们讲那个饭店啊什么 是讲酒店你知道吗 刚开始有时候老婆误会 说我去酒店 没有 这个酒店就是饭店的意思 好注意哦 白天各位你在拍照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这种状况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 注意哦 如果我的光圈快门 我的感光度啊 这些是以暗部 想要的亮度为主 照理说我的暗部的色彩浓度 明暗表现 甚至应该是正常的 天空过曝嘛 对不对 但是哦你们忽略了 如果天空过曝呢 太明显 上面的高光往外扩散 这个叫做高光溢出 所以会影响到下面的色彩浓度 跟明暗表现 这样懂的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用一个软件变 五档的软件变 斜斜的 透明的在下面 然后往上 开始这边柔软的往上捡光 上面捡最多 只要上面的光笔控制下来了 明暗度控制下来 同样的光圈快门 下面的色彩浓度跟明暗 自然就恢复了 这样讲的吧 下面为什么会晕晕的亮亮的 是因为上面的高光往外扩散 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用一个软件变一压 蓝天白云 这边太阳在这个快要下去了 暖色掉 夕阳光 感觉就很舒服 好 这张是太阳再下去一点 再下去一点 哇 那个暖色掉 更明显 更好看 这也都是用五档的软件变 好 这一张 说到一张 我就送行 就是我桌面 电脑桌面上这一张 这一张 这样也是在四川 就是刚刚的外观是那个 一进来就是这里 这是我住的酒店 我的房间门一打开 外面就是这里 超有那个味道的 因为我在那边住两碗 一碗 大概一万多块钱台币 一碗 这个地方 就是招待政府高官的 国外贵宾的那种 VRP的那种 好 然后呢 那这是人家安排我住的 我也不是因为有钱 也是穷的被鬼抓了 我一头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里面可以拍好片子 所以我就开始 去查当地的日出日落的时间 跟方位角 然后呢 就用我的手机 直北珍的那个APP 有没有 开始找方位角 太阳的位置 然后呢 我就躲到后面那个树虫 挤在那个树虫里面 然后你挤进去以后 那叶子会挡在你前面 就想办法把它弄开 拨开 然后这个酒店的那一个 那个那个副总 他一直在那边走 一直在那边走 怕我把他那个 弄坏掉 你知道吗 然后问我说你在拍什么 他说你不要 我没事 我待会拍 等一下就好了 然后服务员也在里面走 然后后来他知道我是台湾来的 他去查一下资料 他知道我是台湾来的 然后我问我 我说我是摄影师啊 OK 就让我拍了 他问我说 会不会拍得很好看 我说会会会 他立刻在下面写字了 本来本来 本来 嫌我 你知道 挤在那边 怕他把他那个叶子弄断掉 后来他在下面写字 但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刚好在我想要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光圈小 小光圈光芒出来 对不对 上面的这边亮度或许还好 但是下面这个地方被太阳光直接照射 所以那边是不是过曝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我又再用一个五档的软件变 导过来斜着显光 我们的滤镜支架 以后你在装这种滤镜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手拿 不要用手拿 要装滤镜支架 你才好操作 然后呢 倒过来斜着显光 透明的在上面 然后往下 这边开始柔软 然后第二面立马前按 剪五档 一拍下来以后 这张就变 这样子 光比很漂亮 大家下面写什么 因为他自我台湾来的 所以他写了一个 爱祖国 爱奉台 我的妈 真是受不了他 高死人 爱祖国 就是爱中国 然后爱奉台 就是看 这边是奉台宾馆 真是受不了他 他超有想法的 结果后来 这一张照片 我拍完以后 他特地跑来看 我说 哇靠 他这个地方 可以这么漂亮 花了五千块 给我买这一张 人头座 打掉他两碗 每一口 然后 那两碗 又不用钱 有点 就因为这一张 注意好 柯老师 以后我们在拍照 跟太阳对干的时候 或者说有点太测的时候 因为我发现 上面在那一个会有一些光斑 有没有 但是那些光斑会被撒下来 在下面会有光斑 来你看我光斑在哪里 我告诉你 相机啊 调整阳角 下阳 倾角跟左右的时候 会让光斑改变位置 所以这个光斑原本在这里很大一颗 很明显 然后我调了一个角度以后 把这个光斑藏在一个不明显的地方 这样懂吧 所以以后你要仔细去看 光斑 他呈现的位置在哪里 如果刚好有一个人在那边 光斑在他脸上好不好看 这废了嘛 是不是 所以你要调上下阳角 倾角跟左右的角度的时候 他可以把光斑的位置给他做改变 这样懂的吧 所以你要懂这些东西的运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简光镜 好 简光镜 这个简光镜它大约分为很多片了 简一档的 两档的 三档 四档 五档 六档 七档 八档 九档 四档 十一档 十五档 二十档 有这么多 但是一般来说 简光镜运用最多的是简金档 你知道吗 三档 六档 五档 告诉各位 简光镜用最多的就是十档的简光镜 在大白天的时候用十档简光镜运用最多 因为你想一下 白天你拍片的时间 大白天拍片的时间比较多 还是成婚的时间比较多 大白天 大白天你有好几个小时可以拍 成婚就是各一个小时就没了 是不是 所以真正比较常拍的就是在大白天的时候 所以十档的简光镜 ND一千 10档的简光镜用最多 再来是六档的简光镜 ND六十四 六档的简光镜 为什么 在接近日落的时候 快要接近日落的时候 或是日出之后 用六档的简光镜会最好用 三档的拍溪流 小水流 是用三档的 一般来说我建议各位啊 你最早先准备一个十档的简光镜 十档的简光镜你会用的 六档啦三档的你以后就会操作自如了 你用了三 你会用三档 会用六档 但是你就不一定会用十档的 但是你十档的一用完之后 你会的 你懂了 六档的三档对你来说 轻而易举 好 轻而易举 我们来看一下 前几个月 我回来 我根本没时间拍照 好不容易 没下雨了 我赶快往 外木山跑 你到那边的时候 哇那天色温又没什么 然后也很糟糕 那天气也不是很好 但是你会发现金黄光有没有 是不是有暖阳 对不对 太阳在旁边那个地方 往这边照过来 上面是不是过曝的 上面过曝是不是影响到 下面的色彩表现跟明暗度了 对不对 所以我用了一个反向式 这个时候我就没有用硬间变了 因为硬间变可能会有一条 暗暗的一条痕迹 所以我现在都把反向式 渐变劲来取代硬间变使用 因为反向式渐变劲注意 透明的在下面 中间会有一点点柔软 所以它光笔这个地方会很顺畅 然后上面立马简按 这样懂了吧 所以反向式最深的那一块 绝对可以有效的把天空遮挡住 范围是绝对够的 所以我现在把反向式渐变劲来取代硬间变 然后同样这个画面 在爱你家里吃一块米 上面的光笔 色魂是不是还原了 下面的色彩是不是就还原了 有没有 OK 这样好不好看 漂亮 漂亮喔 废片 为什么 这里面的地标是哪里 外面是 鸡肉鱼 有没有 货船比鸡肉鱼还强烈 有没有 很讨厌啊 搞死人啊 有没有 那一个目标是不是特别明显 然后就算没有那艘船的话 这一张片子最破坏画面的是浪 所有的浪都破坏了这整个画面的层次感 节奏感 为什么 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纹路 皱纹 有没有 整张照片看起来你又觉得很烦躁 然后很紧凑 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那种感觉 这样懂了吧 所以这个时候 原本是十五分之一秒的快速度 结果加了一片减十档的减光镜 一加上去以后 然后再把光圈再缩小 我把它改成用两分半来拍 两分三十秒 我本来用光圈十六 后来因为我想要把曝光时间再延长 把光圈再改到二十二 然后快速加了一个ND一千 本来是应该是一分零八秒 但是呢 我再加了一 就是把那个 光圈再缩小到二十二 所以呢 曝光时间是又可以再延长一倍 所以我拍了两分半 两分半一拍完之后 影像就超乎你的想象 非常柔了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这个海浪 这个浪啊 一整个雾化掉 虚化掉以后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柔和 跟上面感觉起来 是不是非常柔和了 然后这些不会动的东西呢 是不是感觉特别立体的 浮起来那种感觉 有没有 层次非常非常的立体的 然后这个整个雾化掉 非常非常美 但是船在动 船就怎么样 不见了 这样了吧 所以常常 有些人会常跟我们讲说 包括老师奇怪 我们每次去拍的时候啊 哇 那个景啊 这个前面一堆游客 有没有 为什么我们拍 常常没有游客 因为在大白天情况之后 我ND检光精一加上去 我赶着长报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四分钟的报告时间 在里面走的人怎么样 通通不见了 是这样的原因 这张用ND64 这张用ND64 太阳快要出来的时候 如果 这张 这张已经曝光两分钟了 已经曝光两分钟了 如果我用ND1000的话 是不是又增加四档了 原本的两分钟 你看两分钟 它拍多久 两分钟再加一档多少 四分钟 四分钟再加一档 八分钟再加一档 十六分钟再加三十二分钟 如果你是用ND1000拍 这种快要日出 这种话 你ND1000加上去的话 你要拍三十分钟 搞实体 这样懂了吧 这三十分钟一拍的话 上面云的变化 是不是感官就变了 你要的立体感会丧失掉 这样懂了吧 所以你要掌握这个 用ND1000的技巧 或者是ND64 用简光镜的 你曝光时间太长 你要去观察 如果云 不会动 不太会动的话 那你去加 没关系 加长一点 但是如果说云 它会动得比较快的话 你的曝光时间 就不要太长 因为什么 因为它整个会柔柔的 整个变成 柔柔的 比较没有立体感 你知道吗 可能你曝光时间太长 可能就像这样子拼的 不会有那种立体感呈现 这样吧 好 想要走在那里去 在那个敦煌 这 这次 不是我安排的 反正 我就 一到那边的时候 快要日出了 反正 快要日出的时候 一定会有 这些人 花钱 坐落头队 上去 到那个上面去看日出 我就在那边静静的 吃吃的等 找到一个角度 高度 拍这个曲线 有没有看到 你知道我出门 都带什么三脚架 各位知不知道 我设计了两只三脚架 一只三米的三脚架 之前卖得非常好 但是现在 就是 不再生产了 因为那个 太多了以后 我就没有优势了 以前拍那个什么 拍烟火 拍那个 比如说101烟火 大大层烟火 还有拍那个天灯 我都把那个 因为我一站高以后 下面是不是 都在我下面了 我把那些人 全部当前景来拍 知道吗 如果我没有 那种这么高的脚架 我一上那边 跟大家一样高 甚至于 大家都比我高 好不好拍 没办法拍 所以我才故意设计 那一只三米的脚架 慢着 五百支 大概不到两个月就卖完了 后来我又设计了一支 两米三的脚架 两米三的 然后云台一上去就两米四 相西相西两米五 那个高度也够了 所以现在两米五的这一个 还在持续的在卖 现在在那个 台湾在大陆这边都卖得非常好 还有日本里卖得非常好 这张就是什么 因为我出门 现在就带那支两米 两米四那支三脚架 然后带一个板凳 一到那边的时候我就 诶这个曲线完了 注意哦 以我的高度去用 用你自己的高度 或者你的脚架高度的限制 一米七左右 你要拍到一个 这个层次有没有办法 没办法 你有看到我站的位置 是比他们高的 有没有 因为我把脚架架得最高 然后又带了一个板凳上去 然后上面 然后等他们过来 是安快门 等他们过来安快门 如果你没有 我没有用那个高脚架的话 这个地方是平的 很平 这样的话 这个层次 前景层次出不来 注意哦 注意哦 拍片的时候 我发现 很多人 都因为自己的身高高度 跟脚架的限制的高度 而影响了前景的层次感 轮廓感 这样的话 如果你想一下 你一米七好了 你的脚架一米七多 如果你的前景 在五米六米以外 你的前景 是不是开始变平的 东西是不是挤压 压缩在一块了 但是你在站高的时候 那层次是不是出来了 这样的话 所以你要懂得 前景的掌握 我们来看这张 你去拍的时候 你绝对没办法拍到 这么好的层次 为什么 因为你的脚架一米七 这个船的面积 有没有办法这么宽 因为你站的高度不够的时候 这一条会在哪里 会在这里哦 会在这里哦 这样懂了吧 所以我一站高了以后 这个宽度是不是就会出来了 这样懂了吧 这张已经站到两米四了 所以你看 我去那个什么 大岛城 早期 我很久没有去大岛城 或者是像这种 这个叫 挖仔尾 或者是那一个 巴黎渡船头 你看哦 最高的一个位置我 前景才有办法出来 层次才会有办法出来 好 这张好不好看 下面的明暗度或许还可以 对不对 上面是不是 蓝天也还好 但是白云有一点点过曝 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 如果 因为我常常会拍一种 就是 我看这边 我先给各位一张看 这边不知道没有 我之前在我的Facebook有贴过 好这张 有没有水 没有 没有水 但是你看我用什么 什么来拍 慢门 有没有 我用慢速快门 各位老师 几个月前 台湾那是这边有举办了一个 慢速摄影比赛 你们有参加 有 我建议各位 我看过那个慢速 因为这个是我提的方案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再继续办 以后我们每一季会办一次摄影比赛 我现在全球每一个 就是那个当地的那个代理 我们都会要求他们 办这样的一个摄影比赛 大概是季赛 但是上次的慢速摄影比赛 看完之后99%都不算 慢速摄影的表现 因为什么 日出日落本来就会超过一秒的曝光 是不是 你就没有创意了 你懂是吧 你要找到创意的拍摄的想法跟手法 像这张 为什么 就算没有水 人我们先不管 就算没有水 为什么 那个水 那个皱纹不是很难看的话 或者没有水 为什么还用慢速摄影 因为 云太多了 立体感太多了 这个主题 就跳不出来了 这个沙坡 就呈现不出立体感了 这样懂意思吧 因为上面太多的立体感 会把它给淹没了 盖住了 这样好吧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 注意 如果今天我往这个方向拍 我们要往这个方向拍的时候 地景正常了 蓝天也是正常的 有时候有一些白云 被太阳光一照的时候 白云反而是过曝的 有没有 遇到这种状况 注意 如果那一当下 你的快门速度是十五分之一秒 你的快门假如是十五分之一秒 然后呢 拍出来那个 蓝天跟地景 都是正常的亮度 只有有一些部分的白云 是过曝的话 这个时候 我就会把它改成长曝了 为什么 注意哦 如果十五分之一秒的曝光的 那个环境当中 那个白云 只有白云是过曝的 我现在ND110 当减光镜一加上去以后 它会变成一分零八秒的曝光 如果一分零八秒的曝光过程当中 那个云没有动 风没有吹 白云没有动的话 被你曝满了一分零八秒 请问那个白云跟十五分之一秒的白云 是不是一样的近光亮 所以白云会不会过曝 会不会 它一样会过曝 这样懂得吧 但是如果一分多钟的过程当中 那个云是在你移动的呢 它有没有停满一分多钟让你拍 没有哦 它在移动 所以那个白云就比较怎么样 不容易有明显的过曝了 这样懂了吧 所以这样的一个摄影的概念 你要知道 你要了解 而不是靠后期去把它处理那些东西 所以很多啊 跟我学过摄影的 我要求的是什么 摄影全端 后期是逼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做的 后期去处理那些 所以摄影前端对于我在教摄影来说 我很严格的去掌控这些事情 因为我今天是教摄影 不是教你后期处理照片 所以你前情的东西 你要懂的东西要是很多的 好 所以减光镜的重要性 我们再来看这张 好不好看 废片 我告诉你 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地方 云南 这在云南 一个烟场 我下午要在那边演讲 然后中午吃完饭了以后 我就走啊晃啊 呦 它里面的烟场里面 有个人工的那种小瀑布 小新的 这种人工的 然后造景的 我说哇靠这个地方不错哦 我差不多观察了 差不多十几二十秒以后 我发现这个地方很特别 我就开始准备嚼架 回去那个 回去那个 那个 演讲的那个教室 把我的东西拿出来开始要拍 有一些影友开始陆陆续来报道 一看到我在那边拍的时候 他说哎呀这个地方没那么拍 很丑很难看 我说不会啊 这个地方我等一下拍 你再给你看一下 后来他们说 哦你是今天来的老师哦 我说对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交流 我就先拍了一张 光笔 没有控制的 所以很差 然后呢 再用一个软件变五档的 把上面压按之后 上面的层次纹路 颜色细节还原了 有没有 好这边有稍微有点变暗 没关系 这张好不好看啊 光笔是不是很舒服的 但是这张啊 最破坏的画面是哪里 水 水 哇这好像我们是在座的 每一个人往里面吐一口瘫 有没有 是不是很脏 看起来很恶心有没有 很难看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就加了一个 ND1000-光镜 一加上去我改成 1分30秒的曝光 好一分30秒的曝光 请问1分30秒的曝光 水会变成什么 雾化掉 或者是流动的水湿线 线条 有没有 然后 注意哦 当你在使用这个ND 减光镜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请问 如果一分半的过程当中 有明显的风一吹来 这个前面后面是还好 因为它在前景 是不是感觉东西特别大 风一来它你前面就怎么样 是不是糊掉了 这张片子就废了 为什么 因为前景它是整个 雾化掉蒙的话 我告诉你 观赏者看到这张片子的时候 会有晕眩的感觉 会头晾晾 在梦吧 所以那当下其实 我因为没有风 所以我很大胆的用一分钟来拍 一分半来拍 我不敢用三分钟 我就用一分半来拍 一拍完以后 这些还是要很立体 上面鱼会有一点点洞 因为它是个风 其实没什么风的 但是最大的表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水的表现 有没有 所以水这边是什么 雾化掉它有什么 流动的水湿泻 有没有 对不对 如果只有这样的话 我就不会给你看了 我一拍完以后 每一个都吓掉 因为什么 因为影像会超乎你的想象 好不好看 在台湾 我曾经像这样的一个片子 我发表过四张 但是好像没什么 没什么人在 关注这些东西 去注意这些东西 后来 我发现大家不太理解 我就把它撤掉了 就干脆就不让你看了 注意 为什么 因为这种片子拍起来的话 是不是完全对水的那种动态 完全改变了 像这种人工的这种 它在流动的时候 这边是动态的 但是旁边是比较静态的 上面这些泡沫 因为比较轻 它会在这边 在这边旋转流动起来 在那边 这样懂了吧 好OK 风叶器是刚过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在那个什么 108K 那个地方有的会撒那个 如果风叶不够的话 会撒 或者放在水里面 有没有 哇 那个有时候就会 也会带一点点漩涡 有没有 就是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我的 所以我不敢弄 要不然的话 我有吗 去找红叶 黄叶 绿叶 往里面一撒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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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 但是记得 撒完以后 我就发现 那个108还好 像那个什么 土层那个叫什么 龙泉溪 龙泉溪 那什么是放那个 叫白色的那个 叫油桶花 有没有 油桶花是白色的嘛 对不对 那有些人 只是看过 去剪纸 彩色纸 撒在上面 所以它变成彩色的 漩涡 记得 我就看过 有废纸 还存在 留在现场 你要用这个东西 可以 请你拍完以后 撈着回家吧 把你制造的 垃圾带走 所以一定要有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 你想一下 如果里面是 匹匹彩色的话 有没有更好看 赶快去找 我告诉你 你立马就火了 你立马就红了 是不是影像就完全超乎 你的一般的想象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 一般来说 我们比较建议 比较建议各位 我们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滤镜 很多人问我说 一般我们到底要准备几片 那以厂家的立场 希望我们买6片 最少要买6片 但是我比较建议各位 你最多最多 就一般来说4片应该是够了 第一个 软建议的三档 跟软建议的五档 这两片在白天用 机率 特别高 特别高 软 软 软的建成减光镜 作为解释 建议是国际用法 然后 建成减光镜是台湾的用法 所以这个不是我讲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就只要三档的建成减光镜 跟五档的建成减光镜 用的最多 再来是一个日出日落的建成减光镜 再加上一个ND1000-10档的减光镜 那这个是绿镜的支架 绿镜支架 这个绿镜支架是得奖的 因为它非常贴心 在这个支架上面 它有67转82 72转82 77转82 这个是82 所以你677 27782的镜头 你全部都可以共用这一套 但是有没有利用58的那个 微距镜头 有没有 什么100微距有没有 105微距 你的口径就是58的 对不对 这58的话你再去买一个 58转82的转接环就可以了 所以你所有的镜头都可以怎么样 注意 注意 这个 不管你这边所有的转接环 都是为了要配这一个82的接环 这个82的接环最终一定会装上它 然后装上它的时候 它本身还附带送了你一片偏光镜 有没有看到 好OK 偏光镜应该是 两片式的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你的圆形的偏光镜是不是都两片式的 我发现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这个东西 其实它不一定说一定要用两片式 它主要的为什么会做成两片式 是因为它有一片要守在你的镜头上 另外一片在前面才有办法动 这样懂了吧 但是偏正镜主要的是在哪里 在前面那一片的背面 这一面 这一面 这一面是没有的 只有这一面 这一面有什么 这一面有一片偏正膜在上面 都因为是这一片偏正膜在这边旋转的时候 起到了偏正的作用 这样懂了吧 所以跟后面那一片是没关系的 这样懂了吧 然后它附带的这个偏正镜送给你是什么 是要让你放在这个82的这一个接环上面 它本身这应该是86的 这是86 所以放上去的时候 好我现在把它转上去 如果我今天有一个67的镜头 我装了67转82的转接环 这个一装上去 你的67的镜头有没有变正镜了 有了吧 有 你72的镜头有没有变正镜了 有 77的有没有了 有 82的就用这一个 所以你每一颗镜头 不需要再去单独去买偏光镜了 你就共用这一片就好了 这样懂吧 一片偏正光镜要多少钱 最便宜的要2000多块 有没有 便宜一点的那种要2000多块钱 所以这一套就组合起来的话 感觉会非常非常贴心 好 我还看到有些人很喜欢拿着偏光镜 不 拿着那个 漸层剪光镜 然后呢 假如这个是镜头 他不装这个濾镜之下的话 他就直接 准备要拍照的时候 用手拿 手持相机 然后这个濾镜放上面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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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那边磨了磨去的 这样撞了撞的 你这个濾镜很容易刮花了 撞伤了 上面会有那个刮痕 你知道吗 那个刮痕你在某一个角度 光线下 或角度下的话 那个刮痕那个线条会拍出来 所以你这样每撞一下 场上就爽